在屏東的一個部落裡 有三個原住民小朋友 從小一起玩感情特別好 他們是Cobby Soglu和Mooney Soglu和Mooney是國中同學 而Cobby是Mooney的弟弟 Cobby、Soglu 常常相約一起去森林打獵 玩耍 偶爾也會陪Mooney去挖芋頭 採山蘇 晚上可以加菜了 太棒了 他們每天都快快樂樂的過生活 我們要睡跑 好啊 這天他們到森林裡玩 你們看 有隻老鷹倒在前面 好像正在流血 真的 真的耶 我們趕快過去看看 大樹下 有一隻受傷的鷹 因為他們的族人 相信鷹是會幫助人類的生物 哇 天氣真好 天氣真好 於是 三個人當中的大哥哥 Soglu 決定將鷹帶回家照顧 老鷹 老鷹 你要快點好起來喔 幾天後 這隻鷹逐漸康復了 卻和Soglu一家 有了感情 太好了 Soglu的家人認為 鷹是地位與信仰的象徵 老鷹 從今以後 我們要天天在一起喔 於是便開心地留下了鷹 可是 在這歡樂的時刻 卻有潛伏的危機 正等著他們 大王 找到這次下手的對象了 這個不健康的小孩 是最適合的食物呢 不錯不錯 做得真好 那我們就 過來過來 兔博大王 就等你下手 這次 一定要帶到你 這天 Soglu帶著鷹來到大樹下 沒想到 走過來的 居然只有Mooney一個人 Copy怎麼了 怎麼沒看到他 Copy好像生病了 一直咳嗽 體重也變輕了 而且還不想吃飯 都三個星期了還沒好 所以在家休息 不知道他到底怎麼了 Copy已經夠瘦了 再瘦 就要變成指騙人了啦 我知道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會講話 你怎麼會說話 你到底是誰 你們不用害怕 我是Jimas的化身 是來幫助你們的 你是Jimas 我不是故意要欺騙你們的 我只是在等待告訴你們的適當時間 其實Copy是被兔博大王攻擊才會這樣的 兔博大王 兔博大王他到底是誰啊 無緣無故 Copy為什麼會惹上兔博大王呢 他是我多年來的死對頭 之前我會受傷 就是被他打的 幸好遇到你們 我才沒事 Jimas 那個兔博大王很厲害嗎 嗯 你問得很好 這些年來 許多動物包括我在內 都沒辦法打敗他 讓他無法侵犯人類 那我弟弟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救他 對呀對呀 快說嘛 我們都很擔心呢 萬一 萬一他有個三長兩短 我們該如何是好 那 我們先去Copy的身體裡看看吧 為了找出Copy生病的原因 Jimas決定發揮神力 帶著Saglu與Mooney 到Copy的身體裡一探究竟 這是哪裡呀 現在我們在Copy的喉嚨裡 這些黏答答的東西都是痰 痰也太多了吧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經過了Copy的喉嚨之後 Jimas決定要更深入Copy的身體 看看問題有多嚴重 他們來到Copy的肺裡 沒想到 卻看見壞心眼的兔博大王 與他的小囉囉們正在為非作歹 可怕的兔博大王一張嘴 就吐出了千千萬萬的小結和俊 真好吃好吃 請你們不要再欺負Copy了 你們真是太可惡了 不准再欺負我弟弟 對 兔博大王 你不斷地害人 這次我一定要用所有的神力來阻止你 就憑你們 想打敗我 簡直是做夢 你會給亂 想打敗我 兄弟們 你怎麼會調香我們的力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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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呢 Jimas你還是放棄吧 快點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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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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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aas 眼見自己節節敗退 決定先帶著Segulhu和Mooney離開Coffee的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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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來啦 可惡 這些壞蛋 原來 就是亥人的惡棍 他們怕太陽啊 哇 变回来啦 可怜的康碧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好起来的 Gemus 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那个吐蕃大王真是太嚣张了 嗯 这个 Gemus 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让我想想 到底吐蕃大王是什么时候找上咖蕃的呢 为了让咖蕃快点康复 Gemus决定再次发挥神力 到咖蕃的回忆里寻找线索 Gemus带着他们来到了咖蕃参加五年纪的回忆 哇 好多吃的 孩子 多吃点啊 难道咖蕃是因为和大家一起吃饭 才会被感染的吗 那我们赶快去阻止他 快点 不是 不是了 让我再想想 别着急 这个应该没问题 再试一次 找到了 找到了 看看这个 哇 大家都在跳舞哎 我们也一起吧 我最喜欢和大家一起跳唱歌 这只是回忆 他们看不到我们的 所以也不可能一起参加 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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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咖蕃在那呢 今天真是团职的好日子呀 哈哈哈哈 爷爷 五年纪好好玩哦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你也来嘛 爷爷最喜欢五年纪啦 大家聚在一起 热热闹闹的真开心呐 嗯 真希望天天都是五年纪 那 这段回忆 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啊 嗯 好像也不是 那 我们再往后看看好了 哇 今天好累哦 叔叔 你身体好一点了吗 嗯 好多了 咖蕃 你今天玩得还开心吗 好好玩哦 我还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哦 哇 好棒啊 对啊 而且还有好多好吃的食物 我的肚子吃得好饱哦 这样啊 那今天晚上你就住叔叔家 说说五年纪发生的事情吧 好啊 叔叔 我跟你讲哦 今天我和爷爷有一起聊天哦 爷爷告诉我好多好多以前的故事哦 那些建议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么多年 我也没真正的打败 而且看起来都很紧张的样子 卡比 我们跟你说哦 我们去你的身体里看过了 你的病是一个叫吐蕃大王的坏蛋引起的 他专门在人类的肺里面做坏事 但是 我们还看见 我可以带上吐蕃大王的 好 我是个勇士 我一定可以战胜吐蕃大王的 走 找医生去 嗯 这样才对 嗯 我们现在就和卡比一起找医生吧 好 Saglu 和 Mooney 陪着卡比来到了部落里的诊所 希望能够让卡比恢复健康 嗯 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医生叔叔 我不舒服好久了 连续咳嗽三个星期都没有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别紧张 我先帮你做个检查 护士小姐 麻烦你了 嗯 好的 嗯 卡比 你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肺结核的病 但是不需要害怕 只要配合检查与按时吃药 就可以治得好了 不过 因为这种病具有传染性 所以与卡比接触过的人都要接受检查 可是 生病的人是卡比 为什么和他接触的人要接受检查 因为接触肺结核病患的人 比起一般人得到这个病的几率 最高可以达到两百四十倍 所以才要做检查哦 哇 这么多 对啊 还有 如果接触你的人自己也是结核病患 但没有被发现 你虽然接受治疗 却不断地被感染 病会治不好 会一直重复得肺结核哦 啊 好严重哦 可是之前 卡比参加母年纪的时候 看大家一起跳舞 那天晚上他住在叔叔家里 不久之后就开始不舒服了 嗯 没错没错 嗯 这样啊 小朋友们 你们提到的事很值得我们讨论哦 你们知道肺结核是怎么传染的吗 被结核病的人碰一下 就会被传染吗 还是一起吃同中的食物就会被传染吗 你们就记得错的画面 嗯 讨厌 不是 不是 应该是公寄传染 我记得五年级那天 咔比来我家里住啊 我只觉得喉咙不舒服而已 没想到 已经 其实已经得了肺结核了 当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 细菌会在嘴巴鼻子喷出来的飞沫中 一起被带到空气里面 对吧 医生 原来是这样啊 没错 所以 要有好的习惯 打喷嚏或咳嗽 要掩住口鼻 连续咳嗽或发烧 要戴口罩 而且要去看医生哦 医生说得对 当别人吸入有结核菌的飞沫后 细菌就在肺里繁殖 使肺部受到感染 所以病人要居住在空气流通 阳光充足的地方 才能减少传染的机会 小朋友 你们了解了吗 难怪 因为当时叔叔咳嗽都没有眼中口鼻 有啦 我已经改进了 可是 肺结核细菌不是怕太阳吗 对啊 所以他们最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了 而人体肺部的温度 适合肺结核细菌生存 所以大多结核病都在肺部 哈哈哈哈 坏蛋们 这里是人类的肺 温度我真是刚刚好 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哈哈哈哈 如果和传染性结核病患一起待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或者是共同相处八小时以上 还有 在它可传染的期间累积相处四十小时以上 都有可能被感染哦 好可怕哦 医生 医生 那为什么卡比现在才被发现有肺结核 五年纪已经过去很久了 因为肺结核初期 不一定有症状哦 那我们是不是都会得肺结核啊 现在又没有症状 我们该怎么办 莫尼 你放心 并不是所有人碰到肺结核细菌都会得肺结核的 只要你身体健康 肺结核细菌是打不倒你们的 但你身体虚弱时 细菌就会趁虚而入 像这样 一拳把你打倒 所以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检查才能够放心啊 各位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政府也会帮助跟病患长时间接触的人 提供免费检查服务哦 那怎么做啊 就让叔叔来告诉你们吧 那有什么问题 只要凭借卫生单位开的结核并接触者就医转介单 就可以免费就医检查 医生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哇 你都变成专家了呢 不敢当 医生叔叔 那什么是DOTS都治计划 哦 那是可以帮助全世界各地结核病病人的方法 我再告诉你们另一个小秘诀 政府会派一位关怀员对病人送药到手 不要入口 吞了再走 这是目前对结核病最有效的方法了 哦 所以之后也会有关怀员送药给我 陪我一起对抗结核病啊 嘿嘿 真好耶 医生叔叔 那我要好好的接受治疗 病好了以后还要像关怀员一样帮助更多的病人 哈哈哈哈 卡比真是个好孩子呢 那你们都懂了吗 嗯 我们知道了 在学校 卡比常常听到别人说 她是因为恶灵才会生病 都不想靠近她 害怕也会得病 卡比变得总是漫漫不乐 不再与Suguru 姆尼出门完了 Suguru与姆尼觉得这样不行 两人决定带卡比去找医生 问问肺结核现在还会不会传染 卡比最近都没什么精神啊 我们还是再去找医生问问看 现在还会不会传染好了 看医生咯 医生叔叔 你快点帮帮卡比 她最近都没什么精神 嗯 我不想去学校了 大家都不找我玩 还说我是被诅咒的 而且吃药好不舒服哦 我不想吃药了 别难过了 卡比 让医生叔叔解释给你听 好 嗯 这绝对不是诅咒哦 你只是被肺结核菌感染后发病了 治疗这个病的药也是几十年前才陆续被发明出来的 肺结核病在以前是很难被治好的病哦 现在只要规则服药两个礼拜或者是弹检验呈现阴性 传染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哦 所以如果你吃了药有不舒服 可以告诉医生叔叔啊 医生叔叔会帮你调整适合的治疗处方的 因为要是不按时吃药 结核菌产生抗药性 到时候可就麻烦咯 可以这样啊 卡比 你已经吃药一段时间了 宴坛也是呈现无传染性 在传染给别人的几率其实很低的 大部分的病人只要用大约六到九个月的时间 按时吃药 病就一定会好哦 对啊 对啊 卡比一定会好的 是谁在说话 我啦 我啦 我是说卡比一定会好的啦 可是要花六到九个月的时间呐 好久哦 已经有很多小朋友都被治好了 你一定要有信心 努力撑下去啊 好 萨克六 羽母你 你们也要多关心卡比 常常鼓励他哦 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卡比的 让他赶快好起来 叔叔 你也要一起加油哦 加油加油 我也快要好了呢 我们一定要打倒结合菌 我们一定要打倒结合菌 好 卡比要加油哦 嗯 谢谢大家 卡比 卡比特 卡比 卡比特 卡比特 你们常鼓励 罩替卡比特 卡比特 我的 Twitter 卡比特 你们都要喝 卡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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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要喝 卡比特 卡比特对 卡比特 我的 tao 赶快去 ジマース也必須要離開了 真是太好了 卡比的病好了 我要繼續去打擊吐伯大王了 ジマース 我們會想你的 有空要回來找我們玩哦 孩子們 我也會想念你們的 ジマース 謝謝你 再見 ジマース 再見 ジマース 謝謝你 他們深深相信 ジマース是來幫助他們的 他們不僅從這次的經驗裡 學到了對抗被結合的方法 距離成為勇士的那天 似乎也更近了 我們會想念你的 ジマース 卡比我們來做一次總複習吧 嗯 傳染性肺結核主要是透過空氣傳染的疾病 病菌會隨著飛沫被帶到空氣裡面 所以當你發現自己有打噴嚏 或者咳嗽的症狀時 記得要掩住口鼻或是戴上口罩 不僅有禮貌 對身體也比較有保障哦 和傳染性結核病患一起待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或者是和他共同相處8小時以上 另外還有在病患可傳染的期間 累積相處超過40個小時 都有可能得到傳染性肺結核 而且接觸肺結核病患的人 比起一般人得到這個病的機率 最高可以到240倍 只要憑著衛生單位開的 結核病接觸者就醫轉介單 政府會免費提供 跟病患長期接觸的人做檢查哦 注意傳染性肺結核是會重複感染的病 所以就算病患已經在治療當中 還是有可能會被其他病患感染 這樣一來病情可是會越拖越久的 對於傳染性肺結核病患者 政府特別制定了DOTS都治計劃 是由都治關懷員 執行病患關懷工作 親自送藥到府 或到約定地點 確實看著病患把藥物吞下去 才能渡絕傳染 並避免疾病再度發生 嗯 回答得真好 全都記起來了呢 哇 全都複習完了 小朋友們 你們也要跟我一樣 做個打擊肺結核的勇士哦 請教練 請教練 做個打擊肺結核